10月1日,石碑上被涂上了7个红字图片,由世民钱先生提供国庆场假第一天,西湖边一块网红石碑擦遭毒手。 左上角被涂鸦了平文涛,无杀之缠7个字,此时引发网友犯怒,平文涛,你前杭州一个道歉,迅速登上热搜,细致性的是,平文涛没得益多久,就因在前王子门口的石碑上画字,被侠取警方带走。 据杨词晚报报道,目前平文涛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认罪,鉴于其多次实施破坏行为,社会影响恶劣,警区公安以群性资识罪,对其依法刑据,看似圆满的结局,却不能让人心情舒畅。 这位游客缺乏功德心不假,网友的批评也很到位,但问题是,道德的谴责并不能让某些游客的冒险彻底消除,平文涛在短短数日内流传作案,似乎以此为了,并没有把网友们的愤怒当回事。 极高游客的整体素质,当然是杜绝出游不文明行为的治本之策,可眼下,还得从学际出发,寻找一些指标的好办法。 旅游法早已明确提出,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,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功德,在乎旅游资源,保护生态环境,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,导游和领对应,向旅游者告知和解释, 旅游文明行为规范,引导旅游者健康,文明旅游,劝阻旅游者违反社会功德的行为,依照治安管理处法法规定,刻画,突兀或者以其他方式,故意损坏国家保,护的文物,名胜不济的,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,情节较重大,处女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,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。 可这些规定能完全阻挡平文涛们闲不住的双手吗? 首先,被涂摇的是非,未必属于国家保护文物,破坏者所受的惩罚或许,不会严重到哪里去,是否能起到惩戒和震慑的作用? 要打个问号,再者,旅游法对游客行为的规定,除了警示作用来,并无多少强契约树立,指望导游紧盯每一名游客,也是不现实的,头疼的还有景区,景区并无指法权,只能通过广播等途径宣传和提醒游客。 但对于平文涛们,这种方式注定无力,要让警区人员在人头传动的游客中,发掘不文明行为,锁定证据并及时告据警方,同样难度太大。 这么看,平文涛真成了一道无解的难题,其实也不济然,进一步企划针对不文明行为的相关规定,明确是法主体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局面,比如,游客论写乱客破坏文物的行为,可以通过文物保护法进行约束,恶意破坏警区正式的违法行为,应该如何处罚? 由谁来处罚,也应在旅游法中得到更清晰的体现。 此外,平文涛的现行,还有一个很大的启示,但游客这么快被发现,是因为一位早锻炼的阿姨,像是罗德民警,说出了平文涛的踪迹,可见,要制止游客不文明行为,不妨发动群众共同监督。 对于能够提供切实证据的举报者,警区及执法部门,可给予适当的奖励和表彰。 当然,如何在实践中,更好的实行相关规定,还需要执法部门和警区管理者一起开动脑筋。 总之,游客漏斜绝非不治之症,游客加强自律是一方面,另一边,对于不文明现象,舆论选择不可少,但依法重置更不应缺席,对症下药,才能疗效自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